好,我们来看看刘勇的红尘俗世 OK,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歌技的这样一个主题 是他词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 那么他长期留恋方曲,对吧 然后呢,与歌技交往频繁 那么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又是用一种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去对等他们 对吧,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觉得他们是低人一等啊 从事着一些不好的职业啊,对不对 每天夜半歌声,歌舞升平,完全不在乎其他的东西 对不对,他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他觉得歌技们怎么样 心性温柔,品流响雅,不称在封城 对吧,感觉他们是非常有情感的 对吧,情感非常细腻的 同时呢,又会能够很好的了解你和你聊天的这样一群人 对吧,并且欣赏他们 不仅欣赏美貌,也欣赏他们的心智 他们风机轻鼓,容太近天真 的一种天然风韵 对吧,长得也很漂亮 对吧,而且呢内心非常的清纯 我们看一下 哎,赞美他们怎么样 有才华,自小能歌舞,唱出心声群艳福的高潮技,对不对 哎,就觉得他们不仅仅是说,哎,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其实他们从小就有丰富的才华 他们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吧 哎,同时呢,又是关心同情他们 因为很多歌迹他会有不为人知的一些心酸 对吧,他如果不出于某种原因,他可能不会做这种职业 对不对,哎,他有可能是,哎,家人抛弃了他 或者自己心爱的人抛弃了他等等,对吧 他们的不幸与痛苦,哎,比如说在这里 一生赢的是凄凉,追前是暗心伤,对吧 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都有自己背地里不为人知的那些心酸和苦痛,对吧 但是别人却并不是非常理解他们 而刘勇却真正的添词作曲来赞美他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也替他们表白 哎,他的这首词 那么从这种,哎,一个歌迹的这个角度出发 来描述了他们的这样一种心酸,对吧 哎,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这样倡几的愿望 也就是说我不想再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地方了,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万里单宵,何妨携手同归去 勇气却烟花伴侣 那么这首词其实讲了是,它是刘勇的词 但是呢,是从一个这个歌迹的角度出发的,对吧 他就说单宵是什么意思啊 哎,晴天万里的感觉,对不对 哎,万里晴天啊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出去呢 对吧,一起回家呢 对吧,这是这个歌迹说的 对吧,他就说 哎,我希望你能让我从良 对吧,我希望能跟你一起过久非常正常的日子 并且永远放弃,永远能够改过自新 再也不和这些烟花流地,对吧 哎,成为伴侣 哎,放弃,忘记,彻底的抛弃这里 我曾经有过的生活 而重新回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日子里 对吧,所以说其实他认为 哎,他们有各种各样非常贤良的品德 同样又很有才华 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不是你所想象的 愿意在这个地方徘徊逗留的 他们希望有一个全新的生活,对吧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的话 刘勇作为一个才子 那么他是在历史上众多词人中 哎,唯一肯为歌迹写词的人 我们可以说这么大批量的 哎,集中的去写词的 可能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对吧 后世无不倾倒于他的这种爵士文采和平等思想 他不仅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还在道德上创造了不朽的这个诗篇 所以说千百年来 我们总结一下非常文艺的一句话 敢如此沉稳的,唯有刘勇 诶,沉稳到如此精彩的,也只有刘勇 那么甚至在刘勇此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批有情有义的歌迹 何今将他安葬 并且年年都会去平掉他 那么俗称柳,调柳七 对吧 一群人,这个调 平调的调,调柳七 所以说,哎,刘勇用他的词赢得了 诶,世人的尊重 那么甚至也用他的词 反映了这些人 这些歌迹最真实的内心感受和生活 对吧 好,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关于词的一些知识 既然我们说到刘勇,那肯定要提到词 那么先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词的起源 其实兴起于隋唐 然后盛行于宋 并在宋代发展到高峰 我们说宋词 宋词在宋代是发展到高峰的 那么在晚唐时期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词的因素 那么词即歌词 是可以合唱的这样一个诗体 即使是词诗的一种 所以说又称为长短句 或者诗于句子词 歌词等等 特别是这个长短句 大家要注意 那么是词的一个别称 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词一般我们是拿过来 可以唱的 直接唱的 那么等会儿会说到 刘勇的词 就是街头巷尾 大家都可以去唱的一首词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词的分类 我们按长短 按照词的这样一个长短 我们可以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 那么在这里小令是58次以内的 按照段落 我们可以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 这个就比较难了 大家就不用管了 按风格 我们一般它会有很多的派别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讲到刘勇 我们可能大概分成这样一个豪放派和反约派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风格比较豪放派 体材宽泛 对吧 内容非常的丰富 气象很宏大 非常有气势意境雄浑 抒发的是这样一种豪情壮志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苏氏和兴气级 对吧 大多数写的这样非常气势雄浑 并且意境非常开阔的这样一种词 那么我们把它称作豪放派 豪放豪放嘛 对吧 那么下面一种呢 就是说 婉约派 婉约派 你想想啊 豪放派 我可以写战场 对吧 可以写大漠 可以写甚至哪怕把自己的内心写出来 也是可以写很多很多种雄心壮志的 对吧 但是婉约派 他的这样一个题材啊 可能就相对的狭窄一些 大多数就只是在抒情 或者我们说的这样一种 伤春悲秋的感情啊 婉约缠绵细腻 那么语言含蓄 多写个人的一种遭遇 或者是男女的恋情 所以说 豪放派和婉约派 可能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别 那么对他的风格的把握呢 我们以后会进一步的学到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了一些 关于词的献赏的内容 但是其实有些词啊 你一看到 你读出来啊 你就可以知道 哪些是这个豪放派 哪些是婉约派 最离挑灯看见 对吧 哎 就是你就会感觉 他一开始 就已经给你塑造出一个非常宏大的景观 而婉约派就慢慢的 哎 绿肥红瘦啊 这种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清 七七残暂七七啊 就是这种 他会有一种风格的存在 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属于哪个派别的 所以说 这一点区分应该不会太难啊 好 那么比如说 万越派 李清照 对吧 刘勇 我们需要知道的 那么刘勇在词探的影响力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其实这才是关键 对他的故事 我们把握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 说到刘勇 还是最终要回归到 他对词 对发展的一个影响 首先第一个 是词啊 尤雅 转服 为什么会要这样 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刘勇 我们刚才说到了 擅长写的是这样一个 轻楼的女子 或者是漂泊失意的 这样一个文人灯 下层 下层百姓 下层人物的 这样一个生活和心理 对不对 词里的这样一个主人公啊 一般都是这样的市井平民 他们都反映的 词里反映的都是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故事 和心理情节 对吧 对他们的遭遇都表示了同性 刘勇呢 使词离开了这样达官贵人的 歌言归房 而走向社会的中下层 反映的生活呢 这个面就更广阔了 对吧 以前可能我们说到达官贵人的生活 就是那些 歌宴啊 对吧 酒宴啊 等等等等 这种非常奢靡繁华的这样的生活 对吧 但是说到下层平民 因为他 由于没有考上公民 长期就生活在这样的市井小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他会非常真切的感受到这些人的生活状态 与心理 与情感 所以说对他来说 这种他能够更加真实的用词反映他们的生活 对吧 而且对他们 这里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呢 是对他们的这样的生活啊 有时候来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遭遇的会表示一些同情 对不对 在这里特别 其实啊 哎 有些人就说 你老讲这个刘勇写歌记啊 写记女啊 怎么怎么样 并不是说我完全就想说 他是写他们的 多么多么好 更多的我是想反映 他与别人的词人是不一样的 他愿意用自己的这样一个珍贵的文笔 这样珍贵的文末 去反映那些普通的 甚至我们不愿意提起 或者不愿意提到的这样一群人 那么词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方式 文雅的写作方式 那么如果能够在词中提到这些人 提到这些素材的话 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你想想 在后代所出现的一些词中 哪有人愿意花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气力 这样的篇幅 对不对 去写这样的一群人呢 对吧 所以我说他对这样词的内容的这样一个扩展性和丰富性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这种悲天闽人 对下层百姓的生活的这样一种同理心 同体心更是历代词的人应该去学习的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作者来说 作为一个笔者来说 每个人都应该对身边的生活作戏剧如为的观察 从而用自己那么好的文笔去反映他们的生活 这才是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刘勇真的是棒棒的 OK 那么就是刘勇对词的这样一个传统题材的突破 对吧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他又把这个从生活中汲取下来 过来的这样的一种通俗话 口语话的这样一个理语俗语运用到词里 表情答义非常生动和真切 那么这样的话 他这个刘勇的词啊 不管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 都具有了这样一个俗的特点 俗不是说低俗 对吧 不是贬义词 它只是更加的通俗 大家都能听懂的 对吧 所以说啊 甚至就有人说 只要是什么样 有这样市井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去唱刘勇的词 对不对 老到老太太 小到小孩 都可以唱刘勇的词 就非常的这样一个 疲异近人 不是那种 阳春白雪的那种感觉 对吧 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的 对吧 好 那么另外呢 我在这里还可以 因为这个刘勇啊 长期因为跟歌迹 歌迹生活在一起 对不对 那么他对这些歌迹唱的词啊 也有把握 所以说跟那些写词 写歌的人也会经常生活在一起 那么他们使用的一些语言 可能就是比较通俗的 比较易懂的 那他对这些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方式啊 又进行了一定的学习 我觉得这对他的这个词的这样一个发展 和这个面的扩充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 下面发展了曼词 首先啊 我们看看曼词是什么啊 曼词呢 是宋词的主要体式之一 哎 他和小令一起成为宋初 哎 最开始词发展的时候 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也是当时这个宋代词人 最为常用的曲调样式 曼词的名称呢 从曼曲子而来指一曼曲所填的这个调子比较长 比较缓的这样一个词 调长拍缓的这样一个词 也就是说他唱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绵长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刘勇对曼词呢 有突出的贡献 现存词作213首中 其中曼词就占到了125首 那么用他自己的词来形容 可谓是才子词人 对吧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贺冲 中天里说到的啊 那么曼词一般呢 偏幅会比较长 哎 利于扩充词境 提高词的表现力 如加之刘勇 仕途不济 然后走向市井 游历江南的这样一个情景 哎 也就是说啊 在这里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曼词曼词 他不仅仅是说 我们把它唱满 他是更多的 用一些更加细节的东西 把这一个过程啊 填得非常饱满 对吧 让这个过程变慢 哎 细节加多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从这个地方 哎 我走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感觉就是一个过程 我跳了一下 我就可以过来 但是在一种曼词的表现形式 它可能就是个慢节奏的东西 对吧 我慢慢走 哎 左边望一下 右边望一下 对吧 它会是一个慢动作 慢过程的一个体现 所以它其中的这样一个词镜啊 这个表现力啊 这个场景的形容 会更加的细腻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第三点啊 等会还有例子啊 等会还有例子 第三个 重复了词的这样一个写作手法 比如说绘画描写手法 绘画描写手法中 刘勇的词讲究绘画效果 哎 在景物的这样一个空间布局 颜色搭配等方面呢 都十分讲究 哎 描景撞物 他描写景色的时候 哎 撞这个设置场景的时候呢 往往追求全方面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 哎 我远景 对吧 这里说到了远景 中景 近景的搭配 也就是说 哎 远方有什么 我现在身边有什么 我左边右边 对吧 他会全方位的顾及到 这整个场景的一个铺设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哎 大家等会儿会有一个例子 跟大家解释 那么或者是 哎 地面 下面 对吧 空中 上面 天上的一种组合 给人一种立体的空间感 充实完整而有序 有很强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力 而且善于以勾勒的这样一个比较 连追全文 也就是说 此情此景下 这个主人公 哎 词中的主人公 他所站的这样一个位置 他是一个非常开阔的 刘勇能够用更加细腻 更加广博的视角 把他的这样一个情景图摄满 从而能够更好的反映 当时人物的一种心理 对不对 哎 我觉得这种绘画 所以我在这里说到了绘画描写手法 对吧 你想想我们在画一个风景画的时候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我肯定绘画 比如说远方的山 哎 这个河水流过来的 对吧 草地啊 鲜花啊 等等 对不对 都会画到 所以说在这里一种绘画的方式 因为柳七本身也 也善于这种 哎 绘画啊 等等 作曲啊 对不对 才艺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呢 在他的这样一个写作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借鉴了我们绘画的一种方式啊 Thank you very much